如果你這個議題還是會涉及到跟促轉條例 有一些名詞定義的相關性的話 它應該是在同一個脈絡底下來審查 本席會認為這樣子才是一個比較穩健的做法 我想這件事沒有急到說 要讓國家人權博物館優先通過 然後促轉再來討論 有點時間就是說委員問說為什麼要這麼急 這個組織法一定要現在過 我跟委員報告 就在今年我其實像上個禮拜六 我剛出席了蘇友彭醫師的告別式 他也等不及這個組織法成立 白色恐怖的受難前輩蘇醫師走了 今年3月我們的廣播天后崔曉萍女士走了 今年的1月陳夢和老前輩也走了 好 我想剛剛 幫我研究許多的受難前輩 其實都參與我們人權館的志工跟推動 他們年事已高 甚至有的家屬都已經70歲了 連家屬後代 這個剛剛總召已經提到 這個人權館已經推動10多年 其實很多受難前輩他們在出獄之後 都投身人權教育 跟人權相關的協助工作 他們用他們的一生 在獄中受難 那麼之後用他人生在過去 他受難的歲月轉化成 他人生作為推動人權教育的 一個心願跟一個動力 那我覺得政府真的還可以做更多 而且我們應該做更多 所以我真的是很希望委員能夠支持 讓我們的組織法能夠盡速成立 能夠至少給我們的受難前輩心理一個撫慰 但是我想他們期待的 不是只是撫慰他們受苦的心靈 而是讓他們在推動人權教育工作的時候 知道政府有在努力 他們可以在博物館裡面擔任志工 可以擔任我們的諮詢委員 擔任我們的顧問 藉由這個博物館 把他們的受難經驗告訴我們的下一代 那麼告訴我們社會更多人 我們應該來重視人權的價值 也告訴其他的人 其他國家 國際來訪的人士 告訴他們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是一個重視人權的國家 是一個有勇氣面對過去 人權受害的歷史 好 部長你佔用我很多時間 謝謝 感謝委員給我這個時間 再給我時間 但是部長 真的要請求委員的支持 我知道 Dave 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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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